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经过了长达15天的一个漫长的等待 我今天终于收到了谷歌AdSense 官方寄给我的一个验证码 也就是PIN码 那因为我的一个失误 差一点就收不到这封信 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好让大家作为一个全车之鉴 不要再犯我同样的错误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那我每天打开我的频道信息中心的时候 这边就有一个重要提示 登陆你的AdSense账号 以使用以寄送到你的账单邮寄地址的 PIN码验证你的地址 那您必须完成这一步 才能结束今后的付款 并继续创收 我这么15天来 我一直焦急地等待这个信 每天打开来看到这一个 我也不敢点掉它 也不搞关 也不敢关闭它 情形十分的焦虑 那大家看一下 我是在2月12号的时候 收到AdSense的官方发给我的一个邮件 我们于2月12号给您寄去了一个PIN码 然后收到PIN码以后 怎么怎么点击地址验证 那我这个当中的一直在等待 这个当中我也放了一个错误 是什么错误呢 是我当时在AdSense里面 留的我的地址不清楚 不清楚 当时也是 也没有什么经验吧 不清楚 我当时留的一个地址 就是某某小区多少洞 然后这个门牌号也没有写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电话号码也没有留 所以说我怕我收不到这封信 因为没有电话号码 门牌号也不详的话 他们投递员就不知道怎么投递这个信件 所以说我就找到了之前给我送快递的 因为我听到其他小伙伴们说是用邮政快递聚过来的 那我就找到那个经常给我们小区送邮政快递的这个 因为我查到以前的那个快递信息的 有他的电话我就打过去 那这个人非常热情 非常热情 我今天要感谢他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 然后他就留了我的电话 那当中呢 我又后面又催了他一次 他说还没到 还没看到 那我就非常焦急 很忐忑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什么情况呢 是这个没有电话号码 然后转到国内以后 他不记了吗 还是说还是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国内因为没有电话号码 那也是不投递了呢 还是怎么样呢 退回去了呢 对吧 我带着种种的疑惑 一直在等 那等到今天的27号的下午 那个快递员打电话给我了 说我这个快递到了 哎呀我非常高兴 那我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假设你的地址错了的话 你要怎么办 OK 这一边邮件上面写的也很清楚 假设你的地址有问题的话 可以参照一下部署更改地址 OK 那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AdSense的后台 然后的话呢 转到下面这个地方 姓名和地址边上有一个有一个笔的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完善我们的地址 包括电话 然后再保存的话呢 就OK了 那假设你第一次 因为这个地址或者电话的原因有错误 或者说这个没有留上去的话呢 没有收到这个训件的话 那么三个礼拜以后 那你可以再申请 让官方再记一次这个训件给你 当然全题是 你要把你的地址完善起来 包括你的邮编不能错了 电话不能错了 地址要写详细一点 OK 大家看我今天收到的一个训件 那他就是长这样子的啊 长这样子的 这个是地方是谷歌的一个logo OK 那这一边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信是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 那因为有很多小伙伴说是从那个新加坡寄的 那但是我这个不是啊 我这个是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 那这是我的一个搜件的一个搜件的一个地址啊 当然的话呃 门牌号什么都没写 然后电话号码也没有啊 所以我是用了这样一个办法收到这方信的 这个是他信件的正面 那这一边呢是他信件的反面啊 信件的反面 这边就是谷歌 AdSense OK 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我就很奇怪 这个信件连一个邮票都没有啊 连一个邮票都没有 我不知道是怎么寄过来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一边当地邮局的一个邮戳啊 一个邮戳 那2月27号 其他什么都没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寄过来的 OK 我收到以后呢 真的怀着激动的心情 然后用我颤抖的双手啊 打开了这封信 OK 打开以后呢 这里面就是啊 一个个人识别号码 OK 然后这边是我的识别号码 是六位数的啊 蓝色字体非常的大 六位数 然后这边是一个说明 OK 那这个我就不介绍了啊 我们现在就来给他做一个验证 验证的方式呢 有好几种啊 好几种 那在你频道中心这个地方呢 你点这个地方啊 点这个地方了解详情进去 他也可以有一个链接 到AdSense里面做一个验证 那你在这个邮箱里面 他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就是验证你地址的有一个链接 你点了以后呢 也是可以验证的啊 也是可以验证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直接登陆了你的这个AdSense的后台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操作就可以做一个验证 OK 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从邮箱里面啊 点这个地址过去试一下啊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址 OK OK 到这里来以后呢 上面也是一样的啊 由于您需要验证自己的地址 因此 向您支付款项的流程 属于暂停状态 OK 处于暂停状态 这个地方就是请您验证这个地址的一个按钮啊 我们点一下这里 确认地址啊 我们点一下确认地址 OK 这个地方验证你的身份啊 确认你的个人信息 让账号做好收款准备 OK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地址验证啊 地址验证 请输入我们向您的账单邮寄地址寄送的这个PIN码 OK 我在这里输入我的PIN码啊 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啊 这个PIN码只有三次机会 只有三次机会 输错以后的话呢 据说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这个账号就废掉了 OK 我们现在来输一下啊 六位数 OK 再三核对啊 一位数都不能错 922608 OK 我们点提交 好的 速度很快啊 点完以后这边地址验证已完成 OK 地址验证已完成 我们刷新一下 OK刷新一下的上面这个警告信息已经没有了啊 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再刷新一下看看是不是同步消失了啊 这个这个提示 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这里才会消失啊 现在刷新以后这里还是有这样一个提示信息在这边啊 不管啊 不管我们刚才已经成功的给它认证通过了对不对 OK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